巴黎通勤列车上出生娃儿可免费搭车到25岁 法国一名女子今天搭乘巴黎通勤列车时在车上分娩产子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DP表示 这个新生儿可免费搭乘巴黎铁路交通系统 直到25岁 法新社报道女子开始分娩时 列车停靠载事中心欧博车站 欧贝尔在包括救护人员警察和铁路员工等15人协助下 饱饱于上午11时40份出生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说 RADP通勤列车这个特别繁忙的路段 因着意想不到的事件双向停驶45分钟 发言人说 列车在婴儿出生时疏散乘客 他谈及产妇和胎儿的情况时说 就我们所知 母子均安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恭贺这位母亲 并将让这个娃娃免费搭乘路网列车 直到他满25岁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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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